哈喽大家好 就说一下 省钱这个问题 我们都想就是节约开支 说一下方法 我是学会计的 教大家省钱的方法 是会计老师说的 首先 怎么省钱 第一个 因为大家现在最费钱的东西是什么 是不是睡觉 吃饭 交通 这两样 是不是你花钱最多的地方 还有住宿 住宿我们没有办法选 但是呢 原则是什么呢 就是你一定要选住的离你工作近的地方 叫做live close to work 这样的话呢 首先你交通费省了 而且你省下了时间 还有一点 因为现在很多人啊 他有了车之后呢 他就住的反而离工作的地方越来越远 这样的话呢 你格外费时间 费精力 费钱 油钱和吃饭钱 显示你交税非常多的两项 所以你就知道 要从这两点省 你会省下很多 到月末的时候 你会发现 哇 省了好多 你从来不知道 你在外面吃饭会花 我和你在家吃饭的差距会这么大 就是那么大 再说一下作为个人 这是我说的了 这就不是会计老师说的了 你省钱呢 是怎么个省法 你不是说抠门 对朋友抠门 对谁谁谁都抠门 那钱不是这么省的 对别人 该花的时候 我们要大方的 我们为什么 经常拿不住主意 比如是跟朋友的时候 这钱我们该花还是不该花 或者说 这人我应该和他怎么相处 怎么个相处法 我们会迷惑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不够智慧 我们看不懂 我们不知道这钱 怎么花是花在刀刃上 这个是问题 我相信大家也都不是说 为了省钱而省钱的人 我们只是想把钱 花在刀刃上 那么呢 首先呢 刚才说了 交通和 和那个 吃饭 是你自己可以省的 还有一点是什么呢 对于自己 如果女生 其实你不用买什么化妆品 其实它们副作用也很大 而且呢 也没什么效果 主要呢 还是看心态 衣服 也不用很多件 一年四季 每一季三件就够了 然后呢 在于 在于对别人上 对朋友之间 是要大方的 不能够斤斤计较 然后呢 至于 说我们看不清楚 怎么在 外交上 把 把钱花在刀刃上 这是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够清静 不够平等 你要清静 平等 它有证据 你才能够明白 所以呢 当你不明白的时候 你不妨心里想着 清静 平等 证据 看会不会给你一些启发 加油